現在剩下這裡是不是有一個直徑5的孔 但是它就直接給你寫一個5而已 有看到嗎 然後這樣子切開來 你看這個是 這個是sectionbb嘛 sectionbb在哪裡 sectionbb是不是這裡中間切掉有沒有 這中間切掉 這邊也有一個直徑5 這就讓人很看不懂哦 所以這個5這個孔我當初在那邊看了半天 看不清楚它怎麼畫了 一直到我看到這裡啊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孔 這樣子是不是挖到底是不是挖貫穿 有看到嗎 有看到 所以這個題目不好畫 那怎麼做 來啊 我再把它恢復成 我再把它恢復成不透明哦 這樣子比較好選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孔是不是在這個面上面 所以點這一個面做草圖 這個時候就不需要調整面的高度了 可是我們還是要弄成是線框模式哦 線框模式這裡直徑是5的孔 在水平軸上面 然後距離中心點是10 它會跟前面這邊有壓到了 所以我現在要調整一下 好這個是直徑是5的孔 水平距離是10 有沒有看到這兩個是不是疊在一起 好啦 Close 看一下啊 因為它這個後面都沒有東西了 我就可以直接挖貫穿 挖洞 做貫穿 做完貫穿之後 OK 看一下 是不是孔在這裡 那我先存起來哦 我先存起來 這個題目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 我做這個給你看 我做這個給你看哦 現在請你選這個面做草圖 這個現在是在做驗收了啦 你先拉一個框框 拉到這邊 這樣就好 不用管那個什麼 不用管那個什麼 完全居住哦 因為我現在只是在做驗收而已 我現在做一個完全貫穿 有沒有看到它現在這樣子有問題了 因為它這個太複雜了 它算不出來 要命哦 那我就不要這樣子了 我用程式半透明了 這個按右鍵 外觀設定為80% 好不好看一下 這個孔是不是挖到這邊來 這個孔從這邊是不是挖到這邊來 在它前面是不是有三個螺絲孔 在它前面是不是有三個螺絲孔 然後中間這邊是不是螺絲孔 這邊是一個比較大的孔 這邊是一個比較小的孔 這邊螺絲孔比較大的孔 比較小的孔 看一下拉進來看 比較小的孔這邊 比較小的孔 這邊是不是還斜45度角 挖一個直徑是4的孔 然後它的形狀 這樣都對了吧 這樣OK嗎 這個你好不容易做完了哦 儲存 基本上 我們這一個模型做到現在 來看一下 開啟副本來看一下 我有哪些模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按開啟你看一下 1-01 1-02 313233 4142 515253 201.1 201.2 201.3 202.1 202.3 204.5 206 203 204.1 205 看起來是不是所有的零件都畫好了 是所有的零件都畫好了 你用開啟文件來看一下你的這個編號 你可以去對嘛 編號是不是全部都做完了 好 恭喜你啊 我們接下來可以做下一步 就是準備做主力的流程了